现在的楼市观望情绪可浓了 刚需的小伙伴们哭丧着脸说 我买不起啊 改善型购房者则摇头叹气 这房子咋卖出去呢 可你知道吗 有一种房子现在可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让人跌破眼镜的是 三四线城市的千万豪宅 突然成了香菠菠 销售速度那叫一个快 今年前九个月 金华 何泽 江音和呼和浩特的千万豪宅成交量 比去年全年都翻了个倍 要问谁最牛 那非金华莫属 虽然金华房价已经连跌五个月 新房同比跌幅 在全国七十城中拔得头筹 但豪宅市场却是一片繁荣景象 今年一至九月 金华总价一千万元以上豪宅的成交套数 比去年全年增加了九倍 这可真是让人目瞪口呆啊 三四线城市已经火爆得不行 一二线城市自然也不甘示弱 简直火得一塌糊涂 认房不认贷政策出台后 深圳九月新房网签竟然不涨反跌 不过细心的你一定会发现 一千万以下价格段占比下降了 而一千万级以上价格段却在悄悄上涨 整个九月份 深圳总价千万级以上的新房成交量占比超过八成 你仔细品味一下 这意味着什么呢 当广大刚需族还在大喊买不起的时候 豪宅买家们已经果断出手了 广州豪宅的风头似乎比深圳还要猛烈 克尔瑞数据显示 广州千万级豪宅成交创历史新高 前三季度 广州总价一千万以上豪宅 共成交3817套 比去年全年还多了22.5% 算一下 广州平均每天能成交14套千万豪宅 每天至少能赚1.4个小目标 真是不得不让人竖起大拇指 今年前三个季度有15个城市千万级豪宅的成交套数 超过了2022年全年 二线城市里 厦门和宁波总加一千万以上豪宅成交均增长了一倍多 东莞光是今年上半年 千万豪宅的销量就超过了去年一整年 从一线到二线 再到三四线城市 豪宅的火爆程度简直是全面开花 一看数据 原来豪宅成交量逆势飙升 原因竟是价格被打下来了 没错 豪宅爆卖的背后就是富人开始出手抄底了 过去几年 大城市的核心区域一直是土地稀缺的地方 新房很难出现 卖出去就没有了 但是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 情况就变了 由于房企出现了一波暴雷事件 土地市场陷入了低迷 为了缓解资金压力 各大城市纷纷开放了土地储备 拍卖了很多优质的宅地 这就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原本供不应求的核心区域 突然变成了供过于求的地方 以广州为例 广州中心四区的新房供应量 已经占到了全市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 而五年前这个数字只有7% 今年前九个月 海州区新出的房子就有1954套 而五年前只有216套增长了近九倍 北京二环内也是如此 十年来几乎没有新房出现 今年却推出了两个豪华项目 中信城四期和中信国安府二期 这两个项目都位于顶级地段 配套设施也很高端 单价都超过了16万一平 结果呢 两个项目加起来卖了800多套 成为了北京新房成交量的第二名 与此同时豪宅的需求也在下降 这是因为二手豪宅市场也在遭遇寒冬 北上广深等地的豪宅业主都在排队出售自己的房子 挂牌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也感受到了压力和风险 一方面是政策收紧 限制了豪宅交易和投资 另一方面是经济放缓 影响了消费信心和购买力 所以他们都想趁早把房子卖掉 换成现金或者其他资产 在这种情况下 二手豪宅的价格就不得不下调 有些业主甚至不惜用各种手段来吸引买家 比如送手机送豪车等等 只要能把房子脱手就行 这样一来 二手豪宅市场就出现了很多优惠和机会 特别是一些好户型 好位置 好品质的房子 很少有人放手 一旦出现就会被抢购 对于卖家来说 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 对于买家来说 这是一次难得的简陋 正是因为豪宅供需的变化 导致了豪宅价格的倒挂 所谓倒挂就是指 新房的价格低于二手房的价格 这在普通住宅市场是很少见的 但在豪宅市场却很常见 这是因为新房的价格受到了政府的限制 而二手房的价格则由市场决定 所以当二手房的价格下跌不够快时 就会出现新房比二手房便宜的情况 这种情况对于有钱人来说 就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他们可以用低价买到新房 然后再用高价卖掉二手房 赚取差价 这样不仅可以换个新环境 还可以赚钱 比如中信国安府一期的二手房 单价高达25.5万一平 而二期的新房 均价只有15.5万一平 两者相差近10万一平 如果买卖一套 就可以赚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这样的好事 你说有钱人能放过吗 你可能觉得豪宅市场是富人的专属 跟我们这些普通购房者没什么关系 其实不然 豪宅市场是楼市的晴雨表 它反映了房地产的整体趋势和未来走向 豪宅市场里发生的任何变化 都会逐渐影响到其他细分市场 甚至是你我手中的房子 今年豪宅市场出现了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 那些质量不过关的豪宅正在被市场淘汰 无论是老旧的楼铃 还是落后的户型 或者是低劣的产品 都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只能被迫降价出售 甚至无人问津 举个例子吧 广州的房价 你以为珠江新城最高吗 错了 一房两房的小户型 市场不买账 卖不出去 只能降价 而三房四房的大户型 却是另一番景象 不仅好卖 还能保住价值 更别提那些顶尖的豪宅 长得飞奇 我早就告诉过你 楼市已经出现了断层 一线城市的中心区也不例外 你想买个千万级的豪宅 可别以为都是一样的 有的豪宅是真豪宅 有的豪宅是假豪宅 买房子 不能只看价格 还要有豪宅思维 从大到小 从城市到产品 都要挑最好的 别贪小便宜 买了个有缺陷的损盘 楼市不再一枝独秀 单靠地段就能赚钱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想要赢得市场的青睐 就要做到六边形战士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豪宅呢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楼市的风向标 往往是那些高端的豪宅项目 每当楼市要翻身 总是从这些豪宅开始发力 当然 要想楼市真正复苏 还得靠老百姓换房的需求 但现在 我们看到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国家队正在救市 最近 国家队出台了一系列 避好政策 加快了城中村改造的进度 据专业机构估算 城中村改造 可能会带来40%的拆卸安置比例 这意味着 在一些超大城市里 有大量的居民 会获得新房或补偿款 这些居民的购房需求 不容忽视 另外 国家队还放松了土地市场的管控 自然资源部 建议取消土地出让的最高限价 在这之前 一些热门城市 已经悄然调整了 土地拍卖的规则 土地市场重新回到了 谁出价高谁得的状态 这无疑是对优质土地资源的一种释放 也是对房价上涨的一种暗示 国家队的就是动作 也吸引了资本市场的关注 过去两年 一些保险资金 纷纷撤出房地产股票 但最近 他们又开始大量增值房地产股票 其中不乏中油人寿 中国人寿等国有企业 这说明 他们看好房地产行业的未来发展 在国家队的带动下 一些城市也开始放松限购现代政策 一线城市中 广州率先松绑了购房资格和贷款条件 深圳也有传言要跟进 强二线城市中 杭州已经取消了大部分限制措施 并且大力推广自己的房产优势 欢迎全国各地的人来杭州买房 楼市真正回暖了吗 这个问题不是你在手机上看看新闻就能知道的 你需要亲自去看看那些豪宅项目 感受一下那些城中村改造带来的变化 体验一下那些松绑城市的氛围 只有这样 你才能判断楼市到底是冷还是热 这些松绑城市的氛围